第六十四集 伍龙苗 我说的提议竟然黄露已呆了头 唉 总算松回一口气 一个红衣的年轻走过来 从之前神算子扔的两只布袋 又捧回我们面前吧 神算子说 这个 这个 其实他早就估算过 这两个布袋当中的价值了 觉得和自己应得的相差太远 他是尴尬地笑了两声 和黄老尔说 老哥 一条黄金你我去外边买呢 大大话话都两三千大样的 只是这两个布袋里面的东西就 有点 有点 有点少 是不是呀 黄老尔摆摆手 好 继续说 嘿 这又算得什么呢 我们黄家坟要金要银有什么用呢 这两个袋之前随便装了 你如果嫌少了 不就跟我们回王家坟一趟 想要什么自己选 选对了 撞起身带走就是了 神算子一听 哇 四万感口啊 哎呀 老哥 哎呀 够雷气 够雷气 我就拿出了兜在衣里面的黄金里 用刀将它一分为耳 将一半给了对方 当黄小仙摆了一半黄金里那时 望着我一眼 他对我们现在没有了敌意的了 小心翼翼地把黄金里收好 他拉着两个红衣的小孩说 多谢了 这半条黄金里 如果可以治好我哥哥的病呢 那我们都想结个善缘呢 神算子一听着说 哎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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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单止有缘 而且是有善缘 所谓不打不相识 但凡有缘的人 就算打都打不成仇人 神算子不断说好话 但黄家坟虽然算不上什么正经江湖人 但是实力就放在那里 神算子的确想和黄家坟的人 拉拢拉拢关系 那个黄老仪挺好说话的 神算子没过一阵 就摸准了黄老仪的脾气 每缘一个字出来 都说到了黄老仪的深陷之上 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好了很多 但有相逢恨晚的感觉 黄老仪站起身 今天真是高兴了 我个儿子的病又够了 又交了两个好朋友 你们两位 怎么都要跟我回到黄家坟 热闹热闹 神算子现在就很有空 没什么正经事做 马上答应了 但是我还记住方田 于是软然拒绝了 黄老仪真是仗义 黄家坟的人收到黄金里的消息 来到河滩那阵 还专门在上游下游走了一次 有很多图谋黄金里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这条鱼 是被我和神算子捉到的 还依然眼白白地在等着 黄金里生吵吵那阵 没什么气味 但等到死了 就散发出那种 带着弱味的香气 这种香味很特殊 如果被尖一点的人 就可以闻到了 黄小仙说 我们就是闻到阵味 才知道黄金里在你们身上 刚好我们又向北行 一起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其实是想护送我回去 我亦担心路上出什么意外 于是几个人一起向北行 等走到村附近的河道那时 果然 还有一大群人趁夜在河岸活动 有些人不知道哪里搅船过来 在河上面来来回来转来转去 神算子有些不舍得地拉着我的手 还帮我把身上的黎沙泊走了 说到说 老弟 缘分了 我们这个朋友算是交定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用得着老哥哥我 就去古盘镇找我呢 我整天都在古盘镇那里下脚的 说完之后 神算子又在怀中闷了闷了闷 拿了三块大洋 和一堆散纸塞了给我 我和他们到别之后 就马上往村中跑了 一口气跑回家 偷过门纸看进去 我就看到荒田饿室的灯果然还是光的 荒田是真的没有睡到一直等着我回来 我就拿了黄金里去厨房加工 又陪荒田说一会儿 等鱼汤煲好之后拿过来给他喝 你都别说 黄金里真是大河珍宝 熬出来的鱼汤 一点点声气都没有 汤水呈金黄色 易香浓烈 荒田饮了之后 就慢慢安心睡着了 跟着来的那几天 我每天都会给荒田服用少少黄金里 他的气息恢复得很快 心口都不痛了 苍白的面上总算有回多少血色 这几天 河滩那帮陌生人 还常常去村这边 是人就要吃饭的 河滩那边什么鬼都没有 饮饮实吃都要来村这边找的 我就没有跟对方接触了 只是借地以听他们聊天聊些什么 原来这帮友在河道找了好几天 结果连条毛都找不到 有人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消息是假的 又过了几天 顺其张志了 这帮友们蒙生退意 终于就纷纷不平地离开了 今年的顺其比以往早了一点 顺其的水势就不算很大 我拿着神算只留下的钱 提前采集了柴米油盐 跟方田一起在村里面 将顺其捱过去 平淡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顺其过了中秋就快到了 而我还清清楚楚记得 8月15的五龙庙之药 等到日子将近 我和方田收拾好行李 赶赴五龙庙 五龙庙在一条孤渡的边上边 其实就是一座龙皇庙来 河滩上的老百姓信什么都有 而信龙皇庙就最多最多了 这座五龙庙的附近本身有两条村 后来因为洪灾冰暖接连不断 村中的人全能搬走了 那没了人烟 自然就没了香火 五龙庙荒废了几十年了 而不单止座庙本身 这座庙附近的一大片区域 都叫做五龙庙 算是个地名了 我们条村距离五龙庙 大概一百多里路 而其中一半是要行六路 我和方田走走停停 用了几日时间 就到五龙庙的边缘了 继续路程 明天中午之前应该可以到达 所以我就没急着赶路 而是找了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暂且安顿下来 方田抬头望了下 天空之中的圆月 又低下一个头说 明天就是中秋了 以前每年的中秋 我娘都和我收过荷包的 我爹就会专门从江南 请我师傅过来 做月饼 那时的月光啊 好圆的 我知道方田 又是想起以前的事 从高高在上 再到顛沛流离 没经历过的人 或者体会不到那种感受 我想安慰他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两个家诊 这样的款 真是找招不得眼 随其找餐吃的 想我帮方田的金玉堂 拿回属于他的东西 真是难过登天 不过我还是这么说 嘿 你还年轻嘛 时间这么多 所谓风水轮流转 机会总是有的 哼 我不想这么多了 这样也挺好啊 吃得饱 穿得暖 还有人照顾着 有什么不好啊 我们两个就肩并肩 坐在月光之下 聊了很多很多计 聊聊聊 我都说不清是为什么 我心里面突然想起了青螺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就动身赶路了 尾到午饭时分 就赶到了五龙庙 五龙庙以前是有前后两个大殿 只不过时间过了太久 后殿就倒了 只剩下前殿 而庙门还是相对完整的 我们推开了到大门 一眼就看到了 在静殿上的几尊神像 五龙庙破败了很多年 早就没了香火 连神像都没人打理 全部都是灰尘 而这个五龙庙有时候 都会有些赶路途径的人进来歇脚 我就找了找 诶 居然找到了柴火吧 将柴火点着之后 又煲点水 两个人休息了半天 一直到黄昏时分 五龙庙附近 还有半只人影都见不到 我的心开始有些十五十六 喂 那个纸条上面 写着说八月十五五龙庙的嘛 但是到了这里之后 要怎么做呢 纸条上没有讲的吧 唉 我就等到有些心芳芳了 硬是迎着有些什么会发生的 我就在这儿想 是否应该叫方甜去附近逼一逼了 由我一个人在门里等着就是了 于是我说 方甜啊 你去外边转一转先吧 我在这边等 而方甜折着头笑着说 嘿 干嘛 你怕我拖累你啊 不用怕 我可以帮到点手的 哦 不是不是不是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只是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有点心惊惊啊 而就在我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空荡荡的五龙庙里面 竟然有人接了一句 你等得很久吗 我都等了很久了 我和方甜听到之后 猛然一惊 不由自主 向着声音的方向望过去 我现在的哑叫都打了阵 因为这把声 在从前面那一尊 满布灰尘的神像那里 传出来的 各位 到底是谁在说话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了 第六十五集 宿人 这把突如其来的声音 令我心头一震 五龙庙就这么呆了 这把声 的确就从过转满布灰尘的神像那边传过来的 不单止我听到 方甜都听到的嘛 而这把声令我猛然意识到过来 在我们来五龙庙之前 这里就有人 只不过对方一直躲起来 没有铺头 而直到夜莫快要降临那时 这个人才开始说话 我们两个马上盯着那尊神像 我摊上的龙皇庙 那些神像一般是泥整的 大一点的龙皇庙 神像都会大一点 这个五龙庙过去的时候 都有香火鼎盛的时候 所以这一转供奉在前殿的神像 组组有一个人半那么高 而就在我和方甜 一起盯着神像那时 那把声又彻底消失了 我想来想去 咬得不是几乎 这个在我们前面到达五龙庙的人 为什么前不说话早不说话 一定要等到太阳落山 夜莫降临那时才开口说话 我就不动声息 将方甜屋后面拉了拉 自己就一步一步 向神像那边走过去 一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喂 那张纸条会不会是个圈套来的 只不过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如果是个圈套的话 那刘纸条的人 不用那么浪败心机熬眼睡 我一边走一边说 做什么 收拾埋埋有什么意思 没有面见人 神像那边突然间又说话了 又被你猜中了 就是没有面见人 我头皮发鼻 脚步马然一颈 今次我们神像很近很近的了 那把声清清楚楚传入我耳中 我听得出是把男人声来的 岁数应该不会很大 约莫就是三十多岁 而这个男人的口音有点奇怪 不完全像是河滩本地的口音 但是有点香下的味道 反正听不出是哪里人 我就说 没有面见人都是要见的 那张纸条是不是你留下的 对方一听我说纸条 就马上说出纸条写的内容 嘿嘿 8月15 五龙庙 我以为你不敢来的 啊 怎么知道你都挺沙泊的 那你还不出来 既然都到了 出来见见面吧 我一边说着 完全没有留意神像的脚下边 说到一半而已 忽然觉得对脚 好像踩着什么样 外面天色就很暗的了 五龙庙里面更加纷纷沉沉 我一踩到脚下边的东西 就觉得应该是一条绳 而那条绳是紧绷着的 贴着地面 踩下去有一股弹力 等我察觉到踩到绳之后 跟着马上缩脚了 我缩脚缩得很快的了 但总是迟了一步 我听到勒勒声的震响动 而紧接着那尊神像 突然框框拼了两核 一声打了下来 我马上往后一躲 只要神像踏上我面前 跌成了几块 神像塌下来 扬起了一片灰尘 遮住了我的视线 我怕灰尘之中 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于是马上退了两步 现在手中没有其他武器 只有那把尺多长的杀猪刀 于是我就死死拿着把刀 而对眼眨都不眨望着前边 当神像塌下之后 似乎没底的声音了 只有灰尘慢慢飘荡着 离慢着 这尊神像应该是很久之前的事来的了 而等到神像彻底掉烂了之后 我会闻到了有一股沉积时间的气息 五龙庙里面 一下子眼睛掉落地都听得到 我甚至还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而就是这样 无声无色地站了很久 从那里半开着的大门外边 吹入了阵风 风卷着灰尘呼啸而过 当灰尘被风吹散之后 灰尘后面传入了一把声 看到我没有 这个时候 离慢的灰尘被风吹散了 已经可以隐约见到眼前的情景了 前方有一道人影 而从人影的位置来看 应该在神像后面 我灯大对眼 还看得不是很清楚 只是模糊可以看到 那里真的是人影来的 一阵风又吹了过来 我的视线又清晰了少少 而当我再次望向那里人影的时候 脚板底 飘出了股凉气 这次我看清楚了 真的很清楚 那里人影是吊在一条绳上边 就好像民间传说的吊死鬼一样 门外的风吹入来 而人影就随着风和尘埃 左右轻轻地放动 喂 跟我说话的人 是这个吊死鬼呀 我不敢有任何的大意 继续望着前方 师父当年带着我娜尸的时候 曾经不知说过一次 人死了 就是死了 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 如果不是 人死之后就如灰飞烟灭 是不会动的 更加就不会开口说话了 不过 如果不是这个吊死鬼跟我说话的话 那刚才跟我说话的 难道另有其人呢 当我思考着时 只见那只吊死鬼的手似乎移动了下 而那里之前出现过几次的声音 又再一次 捐入我耳朵当中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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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看呀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跟你说话呢 这个时候 方田在后面抓住我的手 使我不要轻轻妄动 我的心中虽然很紧张 但我知道 吊死鬼 是绝对不可能开到口的 肯定是有人在里面 扮鬼扮骂 我貼着方田对耳说 不用怕的 你往后退一退 这里肯定有人耍花枪 当我说完之后 我就望着面前那道人影 然后我就说 喂 我就不信了 一个吊死了的人 还可以和我在夸夸其谈 有本事的话 你来走回转 面对面和我聊天吧 哦 你不信的东西 还有很多 想等我来走回转 好 你等着呢 这几句话刚刚说完 那道人影的两条手臂 突然抬了起身 她的手死死拿着颈上的绳圈 用了一撑 将自己的头从绳圈缩了回来 紧接着 这道人影双手拿着绳圈 整个身体慢慢落地 当离地还有两尺左右的时候 她的手一松 双脚竟然落了落地上边 喂 我落了来了 人影落地之后 似乎站得不是好稳 还是好像被钓在绳那里 就像这样的 整个身来回地�iao 我落下摆下摆下摆下 описании Monroe targets Desktop 根本不可能的东西就要看清清楚楚的样子 穿在我眼前 我甚至想撕自己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做梦 不过 我就没有至于被吓得太过惊青 毕竟以前经常与尸体打交道 我定了定神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 那就不管现在是什么情形 都要去面对才是 于是我说 既然下来了 那就说一下 将我引到五龙苗 你是想怎样 哎呀 有什么想怎样 都是老熟人 只不过叫你过来见见 最最旧 什么 老熟人 什么老熟人 喂 你不是把我忘记了是吧 只见那条人影斜斜歪歪地站在原地 第一只手 将自己跌下的头慢慢扶回井 继续说 怎样呀 不认得了 在那个人影 将自己的头扶回井 我吃了大惊 不单止是我 就连我身后的荒甜 都差点叫了出来 我咬尸雅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但是心呢 棒棒声地乱跳 人影说得没错 这个人 竟然真是一个老熟人 嗯 各位 这个老熟人到底是谁 我们留下来 下次再说 第六十六集 离奇回归 这个老熟人 斜斜歪歪歪地站在我面前 说真的 我真是怎么都猜不到是他 而荒甜更加难以自信 他忍不住向前走一步 我怕有什么意外 马上拉着他 而其实这个人 这个人对我来说 不算很熟悉 不过 他留给我的印象 是特别深刻 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叫做阁三 是金玉堂的人 当初就是因为阴差阳错 将阁三从河里扰了上来 我才和金玉堂产生了抖割 阁三已经死了 绝对死到一直一直 我们还曾经拉着他一条尸 去苏家果音婆那里 去殉尸闻骨 而后来 荒甜的手下 带着阁三翻回游船 不过 我和荒甜半路被人截杀 自此 就再没见过那条游船 也再没见过过阁三条尸 计一计时间 阁三死了很久了 只不过 此时之刻的阁三 全身上下 一点都没有腐败的迹象 就算我整身飘着了沉沉的死气 但是他的身躯 是完好无损的 以为 一个死了这么久的人 不然间 在五龙尾那里出现 而且和我们玩了一部 活见鬼的把戏 这种这样的东西 不是亲眼见到的话 我怎么都不会相信的 荒甜 望着阁三 阁三 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来送点东西 送什么 送你最想要的东西 荒甜 不要再回答他 他站在我身后 暗中拉起我的手 在手心里 飞快写几个字 他是在告诉我 这件事可能有问题 因为阁三说话的口音很陌生 不是阁三的声 我相信荒甜的判断 阁三这傢伙 本来就是金玉堂的人 荒甜对他比较熟悉 按道理 那把声是不会认错的 我就下意识 在周围望了一眼 荒甜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 阁三 绝对是那死人 只不过有人 借了阁三的身份 在这里和我们见面 我猜到 这个躲在背后的人 肯定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 将阁三搞出来 是想混淆我们的判断 但是 我好仔细望到周围一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意想 五龙庙附近 应该没有别人的了 如果说真的藏起来的人 那只可以说 对方是个高手 荒甜不动声息 和对方周旋着 我最想要的东西 是什么 而现在是阁三 好像一只被人操控着的皮影公仔 慢慢遞高一只手 以一个很诡异的姿势 将手伸到自己的背脊 而等他的手 重新转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他手里面捧着一幅画 然后 一声 幅画被确认打开了 就算五龙庙的光线很暗淡 但是我都看清楚了 这幅画 没错 这幅画画得很简单 就是一个生着胡桑的人 背脊上面 背着另一个人 很辛苦地向前走 是背诗图 荒甜肯定不想情绪失控 但是 当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对眼一下子登到大一大 不由自主向前走 这幅是背诗图 是啊 你不是想要吗 学三只手一动 背诗图就轻飘飘地 拼了过来 荒甜一下将背诗图接住 非凡望了两眼 他转过面 向我轻轻点了点头 意思就是告诉我 背诗图竟然是真的 不是偽造 荒甜就马上将背诗图卷了起身 是谁给你的背诗图? 背诗图不是被人抢走了吗? 郭三握着头 你像背诗图 我用了一下 现在用完了 物归圆主 然后他一步一步往后退 退到刚才被吊住的地方 手脚并用爬上那个原本放在神台的桌上 后面 最后说了一句 你们 走了 荒甜可能还想问些什么 但是 我在这个地方 始终我心都捱着捱着 背诗图是真的没错 不管这幅画出现得多么离奇 多么诡异 但是只要有这幅画在手 荒甜就有机会重新回到天群山 和自己亲生大佬 一五一十 把数据清楚他 我就不想再节外生枝了 拉着荒甜 退出了五龙庙 一直退到庙门外边 我才回头望了望 只见确三 依然站在桌上 似乎想将自己 重新掉回到整圈里 我根本不知道他想搞变货 也察觉不出五龙庙附近 到底有没有人 心里暂时没什么想法 于是拉起荒甜马上就走 而荒甜小心把背诗图收好 说到说 我们不用搞明白吗 背诗图这样拿回来 实在太离奇了 哎 怎么明白呢 人家把确三搬出来 就是不想我们知道他的底细 如果我们再去刨根文底的话 那就不太好了 走啦 我就心想 能你怎么也好 背诗图到了手了 方甜至少有机会 去金玉堂和他大哥搏过 那就没必要再去追究 背诗图到底是怎么得回来的 我带着方甜马上离开五龙庙 一口气走三四里路 赶路的时候 我始终都不断观察周围的动静 我觉得是没有人跟着我们 我就说了 我以为金玉堂的背诗图大有来历 我怎么知道是一幅这么简单的画 背诗图是我们金玉堂老祖爷亲手画的 老祖爷是虎出身 当年就是个背诗的姑娘 我和方甜走了很久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担心会不会隐藏着什么危机 但是走了这么长时间 依然风平浪静 今天这件事我想不明白 但是我知道 如果对方想对我们不利的话 肯定早就动手了 不用接过这样的圈套 因此又走了一段路之后 我就不再想了 我们两个按照沿路返回 用了几日时间 又回到了小村里面 我和方甜商量 就说现在有了背诗图 是不是可以回金玉堂呢 方甜有了多少把握 因为金玉堂以前逃金 是全凭背诗图来找职司地 没有了背诗图 那就是说逃不到金 现在金玉堂 实际上等于吃老本 等老本吃完了 金玉堂就会慢慢乱当 金玉堂当中 至少有一部分人 可以认清形势 他们一定会主张掌控背诗图的人 是金玉堂的主人 不过凡事就没有绝对 现在的金玉堂 畢竟是方甜的大佬方猛主持 他收买了很多人 如果方甜就这样大摇大摆回去 难道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我就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保险点好 于是我就打算去石河湾 因为除了石河湾的人 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可以颁什么救兵 我和方甜当日 执好行李养足精神 第二天动身前往石河湾 沿途走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离石河湾还有十几里的时候 竟然就被人拦住了 那为什么呢 原来因为木狗 从来都不骚扰当地的百姓 而且经常接济穷人 所以当地的村民都顺赖木狗 很喜欢木狗 自愿帮石河湾打探消息通风报信 当我和方甜被他们拦低之后 没过多久石河湾来了人 我直言不谓说是要找木狗的 对方不敢抬满 引致我们去了石河湾里面 木狗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当初一面之缘 他还记忆犹身 性情款待 我就厚实机会 将自己的内衣和木狗说清楚 我知道 木狗虽然说重情义讲义气 但毕竟他是石河湾的头头 手下一班人等着跟他找吃 如果说只是叫人做事也不付钱 那我也过意不去 我和方甜商量过 等一件事拖拖当当搞定之后 方甜就要从金玉堂里面 摆五十两金沙给木狗 我将意思说明白之后 木狗和他班人都觉得做得过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当日夜晚 木狗亲自选拖多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就不是很多 这些人去天群山 肯定得不过金玉堂的人 不过我只是希望这件事 万一有什么变故的话 石河湾的人可以保住我和方甜的命 这就够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一行人从石河湾动身 从这里到天群山 是有大段水路可以走 不费什么气力 走了水路又转六路 最后就风尘泊泊泊地 来到了天群山脚下的天群镇 那到底今次信不信你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吧 全部想见看 是一年白鸵山脱下的土地 是发生的一半 这次信不信你得罪了